南澳島的冬車好美啊 好好看 好美啊 雲海 哇 觀眾墳雅 蒸生蠔 注射你Claire的南澳島之旅 大家早安 現在是第二天的早上 我們準備去吃個早餐 然後開始今天的環島遊 因為我們民宿是包含這個早餐 這個不是很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小鎮圈 兜了圈找了這間餐飲店 沒有幾間開店 可能大多數的餐飲店要約11點 所以吃早餐的選擇真的不多 我們就選了一個果跳湯 兩個檸檬果跳湯 它有很多材料 有海鮮 有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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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現場即煮 很豐富 這份是沒有加檸檬片的 後面這兩份是加了檸檬片的檸檬果跳湯 我是第一次吃的 很豐富 20元一碗 還加了木耳 酸菜 還有一些芹菜來看香 先喝一口湯 好鮮 好鮮 還有檸檬片 很新鮮 早上來一碗 元氣滿滿 現在出發去打卡登塔 雖然是小桃 但我也覺得有點偏貼 我們來 現在來到西金日園 山峰崖登塔的旁邊要走進去 有很多小坊 這裡寫著飛旅遊景點禁止進入 但是遊客人都是走這段過去 後面的這片風車山很漂亮 看到了 哇 終於看到了買一送一的冰淇淋燈塔 這個景色真的很漂亮 值得來 景色隔著灰白色的燈塔 很聰明 跟藍色的海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有很多人在這裡打卡 影影真相只要怎麼下來了 燈佐的姿勢 好了 行吧 左邊是島上的特色 風車山 再來就是海景 眼前還有燈塔 我們現在選擇了一間新開的面館 坐下來 因為這間出名的網紅店 和燃門店 基本上是沒有冷氣的 而現在外面就曬了 加上又沒什麼風 可能有達30度 真的很熱 所以有空調 成為了我們選中午午餐的首選條件 牛肉生雞蛋半面 還配了一份湯 攪拌 裡面加了紫菜 很香 那些醬很濃郁 不錯 很好吃 牛肉果條 牛肉餃子 牛肉餡 它的調味不錯 剛剛好 我們點的一份湯果條 一份濃麵 和一份餃子都沒有體力 完全是純盲選的一間店 可言 叫了外賣 就繼續在這間麵店裡 避一避太陽 我這杯是檸檬茶 再加了青梅 外賣價是15元左右 比起今天早上的杯 要太陰一點 風味也不同 我們正準備走 老闆突然給了一份 他們自己做的生煙 給我們試 他們是不買的 真的會自己做自己吃的 太驚喜了 好 來到 已經有很多人在裡面了 他要進去嗎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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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挺好喝的 桂花龍井 山楂頭 潮山種子 不如現在吃起 今天這碗飯還沒吃過種 一個就是我今天這碗飯的 第一口種 甜的糯米 然後鹹的餡料 鹹的餡料 鹹甜口的一個種子 這間茶餅真的很舒服 這個環境很清幽 好牙齒 還有少許日式的奶焦 在這裡坐一下 喝一下茶 都挺舒服的 推薦大家 如果來到南澳島 想去一些環境舒服的地方 去搭搭卡 喝一下茶 和朋友聊聊天 這間無文學社 推薦給你 我們現在去沙灘 這裡有個收費的地方 我們不打算進去 我們就來旁邊 這一小塊 也算是一個小灘吧 沒有東邊的海灘那麼多人 這邊相對少人 換上了人次拖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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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飛走了 我們在這裡逛一逛沙灘 看看海 挺舒服 我們現在來到彩虹碼頭的地方 本來想看日落 但今天其實有點多運 我們在這裡等10分鐘後面山頭的雲都是這麼多 看來今天的日落很大機會 看不到了 哇好神奇啊 剛才樓下有哥哥跟我們說可以過來拍照 我們現在就在這一間彩虹民宿的上面 前面租了這裡住的那個住客很好 他說你們就上去參觀 就讓我們在一樓的那個露台 和上到二樓這個平台去拍照 果然在上面 看去這個豪田就更加漂亮了 就可以拍到那些豪田一直在外面延伸的那種 很浪闊的感覺 果然是站得高望得遠啊 哇 好厲害啊 果然是叫萬某豪田 眼前一些呢 就是浮標了 就是海面上色彩豐富的浮標 原來很大隻一隻 好像整個我們喝水機的水桶那麼大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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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我們就在旁邊的一間叫豪場餐廳的地方 以下距離 大家早安 來到第三天的早上 我們今天起得比較早 因為想趕去黃花山森林公園那裡 去打卡這個不回歸線 聽說呢 就時隔日會比較多人去排隊的 所以我們爭取呢 快點吃完個早餐 然後呢 在九點鐘之前上去 我們住的這間民宿 拜拜 下次再見 好可愛 一個很美味 好可愛 這個很可愛 我們今天真的有點趕時間 我們今天真的在忙 今天我們在這間早餐店繼續吃果條 等早餐的時間 我就看到路邊有一塊地圖 我們其實民宿的這個位置叫做深澳鎮 是一個很小的鎮 這裡也有大概兩三個小的景點 今天吃了果條 我們現在就進入了黃花山國家森林公園 一個就是去看看這個不回歸線 其實它只是一條線 第二個其實我們是想上這個山頭的第一峰 也是這個島上的第一高峰 大鮮山 果然是一個森林公園 進來直備的覆蓋率很高 看到了 已經在排隊了 排初排潤 現在是8點的51分 1 2 3 1 2 3 3 2 1 動 2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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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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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9點之前上來是一個很正確的做法 我們現在開上去大尖山 不是好嗎 這個就是上大尖山的樓梯 好奇了 迷無心 我們上去 來到你了 見面豐憂的感覺 好神秘 好像前路呢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看不清 它這些石級都是比較舊的 我以為是新修建那種 都是這一種石級路 其實穿著運動鞋的話 都挺好走的 就 稍微有少少糾纏 有趣 挺有趣 當然了 如果 不是那麼大霧 看到那些景的話 應該是很漂亮 可以看到這個山 最外面的這個海 有可能還會看到 那個很漂亮的 萬馬會很長 高峰 就在那裡了 加油 走到這裡了 呼吸法 調整呼吸法 呼吸法 又再停 好了 還有多少血路 加油 加油 我的頭髮呢 都不懂是露水 霧氣 還是我的汗 濕透了 還有一點點 加油 到了 到了 好了 我們終於到了 南澳大尖山 山頭第一高峰 海拔588.13米 嘿 我上了這個山頭第一峰大尖山 最高峰 錄像這個山頭的美景 美景景景景景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站在那邊 有人在我那邊飛 我們現在就下去了 好好走 下面就是晴天 準備要看到橋了 對呀 看到了南澳大橋 這次南澳島的最後一站 我們快到了這個紅色燈塔 地標 拜拜 再見 羅蘭澳島 下一集 將會帶大家在山頭吃吃吃 敬請關注 諸米里Claire 如果你喜歡我 視頻或者我本人 請多多點讚 一見三年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再見